MING PAO TORO 嗨 蘇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見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來介紹一下 這次出的這個How to Roost的活動 那他有一部分的道具是要透過這個挑戰任務裡面的這個成就裡面 的活動 的這個特別成就活動來取得他的照片 那今天這集的話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他也會非常快速的就是上上去 那他第一個任務是強化30次 這個裡面的話就是有各個獎勵 最主要是鑽石跟最終的這個照片 然後後面的話這些就是各個 像強化加4加5加6加7最多就到加7 然後他原本的話是任務這邊有也是有些道具 那這個的話我到時候在講因為他他有那個什麼 他有要更動的意思所以我到時候在在拍一部跟大家講 好那這樣子的話他需要加4成功10次 然後加5也是10次 加67次 然後最後是加77次 所以你最多要強化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準備 就是10組到加7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這週官方都有推出保證班 所以你就跟著保證班 所以就是你要準備4 3 2 1 各一張就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跟著保證班一路衝上去 他就會很順的到加7 然後你就拿去當材料啊賣掉啊 你狂一點你就把它解約掉也可以啊 就這樣子 那主要現在最難的部分會是收集材料 那就是大家可能可以逛一下市場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卡片真的比較多啦 就可以先收集一下 最近的卡包也是送的蠻多的 所以就是大家特別去注意一下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就是 這個啊因為加7在現在的環境底下 其實沒有這麼好衝 所以特別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這部也會特別早上去 就是注意一下 我上一部有講到保證班 那個時程要記住 一定要強化到 會比較好通過這次的活動啊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就可能你會少一點 這些照片 尤其是這個加5跟加6又是 又是這個路斯的照片 那兔子在這邊嘛 所以你說 如果這邊沒過到的話 道具鎖那邊會比較麻煩一點啊 因為真的會比較硬 會比較難衝上去 所以就是大家要記得 保證班一定要更好 這個 這個強化成就啊 最好達成這小Pepo啊 就是保證班更好 所以記得 材料在保證班開始之前 請趕快先準備好 那我這部就是 專門提起這個而已啦 沒什麼東西 這部也蠻短的 好那今天這部就差不多結束了 最主要的照片 都是從這邊拿的啦 那剩下的話就是一些像 這個香菜 我真的好喜歡叫它香菜喔 香菜照片啊 或者是像 就沒了 就香菜照片啊 香菜照片它還有 那個 模擬可以去補 甚至是還有 美式這邊可以去補 那剩下的像 兔子跟 跟那個 鳥的 就要 就要透過成就人物沒有辦法 所以保證班真的記得 一定要更好 因為 這個 它兌換鎖啊 它的需求量啊 它是111喔 所以不是說我 鳥沒拿到就沒事喔 沒有 鳥沒拿到就再見了 就都不用換了 真的就都不用換了 所以記得 保證班一定要更好 我大概講了三次了 OK了 好 達到了達成目標了 講了三次了 好那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拜拜